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吊打习近平 中部战区流传乳习言论 中共军心生变 第五度对习放出狠话 拜登是认真的 中共不愿看到 这是罕见在中英文媒体及社交平台同实现风暴 炸裂 公安局长和检察官也发视频喊冤了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两周至少12起跳河案 各地方抛网销量大增 今天是5月25号 星期六 亚洲时间星期天 我们会在本视频最后介绍今天的副频道视频内容 我们被停了盈利的副频道 做了一个民调 看观众是否对副频道增加政经类内容感兴趣 回答是的 观众占67% 两可的观众是29% 不感兴趣的观众是5% 所以副频道恢复周末更新一个多月后 我们以后不会剔除政经类内容 您的订阅点赞转发和留言会帮助我们成长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吊打习近平 中部战区流传乳习言论 中共军心生变 中共搞还台军演 但从股市看 台湾平静而大陆波动 25日 大陆一位熟悉军中情况的消息人士天明向大纪元透露 北京所在的中部战区动向异常 目前北京周边加强政治维稳 在相邻的河北 部队中则流出乳习言论 中部战区是中共五大战区之一 负责本土和首都防务及支援其他战区作战 战区机关驻北京市 领导和指挥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河南省 陕西省 湖北省等7个省级行政区的武装力量 天明提到 1月份台湾大选后 每家每户发应急包 这就是在做准备 他说 一旦有战事 北京是最先被瞄准的 所以北京的人会往河北跑 天明不认为 北京周边对中共领导人安全 因为内部稳定是主要问题 这几天 河北下暴雨 部队里传一句话 水淹中南海 吊打习近平 他还披露 现在北京周边基层维稳压力很大 很难预测怎么出事 但是防不胜防 最近北京街头查身份的多了 严控外地人进京 再京的 也是加强盯控 他说 台湾开打 沿海损失很明显 更大的损失在首都 政治维稳是根本 台湾立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 24日向大纪元表示 最近有消息称 很多军中有势力的人 开始对习近平感到不满 因为你现在是中共的党魁 我不发声 但我可以悄悄地集结反习声音 退役少将 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宗基表示 目前没有任何军中帮派 敢直接挑战习近平 但如果经济下行 薪水发不出来 或者党内派系斗争加剧 维稳力量松动 就是革命的前兆 余宗基认为 共军明白 攻击台湾就是与所有民主阵营作战 有思想的将领不会冒险 一旦习发动对台军事侵略行动 实际上是其内部军权崩溃 维稳力量瓦解的开始 自己身家性命将面临高风险 第五度对习放出狠话 拜登是认真的 中共发动环台军演后 美国国务院两度表达关切 拜登今天25日重申 将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他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表示 我一向乐意在需要使用武力时保护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盟友 我们的核心利益 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就任第三天后 展开联合力舰2024A军演 拜登在致辞中提到 若任何人将美军当成目标 我们将伸张正义 拜登自2021年上任以来 至少第四次公开表态 若中共武力犯台 美军将协防台湾 虽然白宫重申 美国政策未变 但前美军印太司令哈里斯指出 拜登的多次声明形成了新起点 前奥巴马时期的国安会 中共事务主任何瑞恩也表示 拜登的反复声明反映了其坚定信念 表明美国将一如既往地保护台海和平与稳定 拜登在典礼上还提到 印太区域联盟的强化 与日本、韩国、澳洲及菲律宾等国的互动 以及对北约的新成员 芬兰和瑞典的赞许 中共不愿看到 这是罕见在中英文媒体及社交平台 同时先风暴 2020年1月 张永振第一个向世界公开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 为全球研究检测试剂和疫苗做出了贡献 入选2020年自然 杂志年度十大人物 然而 这位中国顶尖病毒学家在国内却遭遇重重困境 近日 有消息称张永振一度被赶出实验室后 设在街上 这在中英文媒体及社交平台引发舆论风暴 尽管张永振与团队已重回实验室 其微博上相关铁文也被删除 但科技界的纠纷远未结束 张永振发布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后 他的厄运开始了 一些卫生官员对其决定感到不满 认为他破坏了他们的计划 发布基因序列的第二天 中共最高卫生官员下令暂时关闭张的实验室进行整顿 合作机构也纷纷终止合作 2020年9月 张永振被迫离开中国疾控中心 调入上海公卫中心 但由于内部阻力 他失去了国家人员编制 面临社保和医保中断的问题 没有了编制 他将面临老无所养的困境 由于没有入职 上海公卫中心没有给他缴纳无险一斤 他的社保中断了两年左右 因为没有医保 他的双腿严重静脉曲张 他也拖着没有去做手术 张永振的困境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官方报道较少 此次事件通过社交媒体发酵 让更多人认识并同情这位科学家 然而 这或许是中共有关方面不愿看到的 张永振的经历反映了中国科研人员面临的复杂局面 他何时能摆脱厄运 仍未可知 炸裂 公安局长和检察官也发视频喊冤了 近日 据媒体报道 贵州省毕杰市七星官分局原常务副局长沈成刚 因逊死亡法罪被判两年六个月 当地一名 前检察官曹轩祥承认 自己在遭遇刑讯逼供后 做出了虚假陈述 导致沈成刚入狱 公众号欢花西杜甫发文评论道 看到公安局长和检察官一起喊冤 先觉得可笑 后觉得可悲 在法治社会 公检法系统的干部尚且如此 其他平民百姓情何以堪 沈成刚认为 他的获罪与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 时任毕杰市委书记周建坤的表态有关 周建坤曾在一起 案件中打招呼让沈成刚放人 但是没有照办 因此得罪了领导 今年三月 周建坤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 随着周建坤倒台 曹轩祥才敢站出来 承认自己做了虚假陈述 诬陷了沈成刚 目前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已立案受理沈成刚的申诉 沈成刚发视频喊冤 估计是希望通过舆论压力 让申诉顺利通过 这一案件反映了在中共国 即使是公安局长和检察官 也难免蒙冤 更遑论普通百姓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两周至少12起跳河案 各地防抛网销量增 中国山西省会太原市 5月10日至24日间至少发生12起跳河事件 甚至有网民说有15起 引发高度关注与热议 官方为此日夜铸守大桥 加装防护栏 甚至封桥整修 尽管网管持续删除相关讨论 并降低热搜 但网友们认为 经济因素是频繁跳河的主要原因 太原近年来烂尾楼问题严重 许多市民买了预售屋 却拿不到房子 还需继续缴房贷 房价不断下跌 导致巨大压力 据公开资料显示 截至2022年10月 太原烂尾建案超过100个 此外 太原的消费高 工资低现象也被网友提及 大企业少 小企业多 但小企业支付不起高工资 房租昂贵 经济环境恶化 许多人难以承受生活压力 讽刺的是 据新华社报道 2023年11月24日 在成都举行的 《2023中国幸福城市论坛》上 公布了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名单 太原名列其中 但太原情况并非个案 而是在中共全国范围内比较突出 重庆长江大桥的巡检人员 每隔50部就设立一岗位 并在深夜持续巡逻 出售防止跳河的防抛网销售商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防抛网销量增加 今日副频道的内容是 阿波罗网报道 中共党魁说出大凶之语 总加速师名不虚传 综合报道 中国地图一引出一条线 网机跟着导航魂归大海 身家性命高风险 习一旦这样做恐陷兵变 新冠 南京大学女生突发重病昏迷 家人全网求助找病因 请点击右上角观看 感谢阿波罗网会员的赞助 和大家的支持 请您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感谢阿波网 scratc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